我觉得其实很多人 他这个身体状况 和自己的年龄并不相符 对 您是反过来的 有的像这样 四十来岁的 但是心理和身体 可能都六十了 十八十了 王小姐说 您呢 您这就不一样吧 所以很多人 见到我第一句话 都是问 你到底多大年龄 那么其实 我会回答一句话 就是说 每个人其实有三个年龄的 一个就是你的生理年龄 就是你多大实际的年龄 还有一个是你的心理年龄 还有是你的身体年龄 那么我自己感觉就是说 我的心理年龄 永远是二十几岁 那么我的生理年龄呢 是六十几岁 加起来再平衡一下 平均一下 那就是四十几岁是吧 那么我其实在家里面 天天是用那个 体脂肪测试的 我的身体年龄 就是在四十几岁 所以人逆生长 是有可能的 我是不敢相信啊 眼前的胡叔叔 这哪儿像一个年轻 古兮的老人 这怎么看都像是一个 朝气蓬勃的小伙子 充满了活力 听说前不久 他还跑去跟一位 二十五岁的小伙子 比是谁的身体年龄 更年轻 嘿 拿出这体质一侧 不要紧 您猜怎么着 这年轻小伙子的身体年龄 竟然高达五十五岁 比胡叔叔整整大了十几岁 难怪胡叔叔出门在外 这老让人产生那么多误会啊 话说胡叔叔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 母亲一个人含辛辱苦地 将他们姐弟七个养大 在这几个孩子当中 胡叔叔是最闲不住的那一个 在十四岁的时候 就达到了国家二级射击运动员的水平 工作后的他仍然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您猜怎么着 他自己在工厂里组建了一支乐队 平时就跟着大家伙一起唱歌搞合奏 把乐队搞得是有模有样 果然是酒香不怕巷子生呀 有许多人开始慕名地找到他 有想让他唱歌的 也有想让他去当演员的 可是当时的人都比较保守 他不忍心放弃稳定的工作 也就与这些机会失之交易了 不过在他心里 艺术梦想这颗种子却一直埋在那 直到他退休之后 又开始重新生长发芽 胡叔叔这第一步 就是找来了专业的声乐老师 学习声乐 学了没多久 就鼓足勇气参加了一次歌唱比赛 没想到还获得了冠军 紧接着就花了五年的时间去拜师学艺 在他六十岁的时候 和比自己小三十六岁的舞伴一起合作 在世界华人舞蹈大赛当中 赢得了冠军 从此 胡叔叔的人生就像开挂了一样 什么模特儿 肚皮舞唱歌主持 各大比赛当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他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